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兜用 我们养殖兜用都想要它的叶片饱满肥厚 这样的话它的观赏价值就会低高了 但是在养殖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新手都会有一个痛病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有事没事都喜欢往这个叶面上给它喷水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了这个叶片出现了灼伤 为什么会出现灼伤呢 因为我们经常给它喷水的话 那么所在的环境不够通风透气 这个水分很难蒸发 叶片上的这些水分很容易形成了水珠 当光照照射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强的光照照射到这个叶片的时候 这个水珠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这个光照即射到这个水珠就会产生热量 叶片很容易就被砸伤 在养殖兜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不动的就要给它喷洒这水物 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兜用的叶片的水分是非常充足的 我们不需要经常给它喷洒水物 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使用这种尖嘴糊 这个叶片呢就不会受伤 像我这一盆兜用呢就是没有注意好这一点 那么这个叶片呢就出现了灼伤 就会影响到它的观赏价值了 因为在这个季节呢是兜用的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不但要给它浇水要注意 还有呢给它施肥的时候 这个浓度一定要把握好 如果新手花柚不懂得如何给它施肥 或者是担心施肥过浓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全营养水溶液 只要按照说明书一笔一千的笔类 给它施肥水交换 这样的话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种水溶肥呢它是长效肥 一个月给它施肥一次 我们给它施肥水溶肥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施收的快 如果使用一些固体肥的话 它施放的养分比较慢 在它生长期我们还是选用水溶肥 对它的施收是比较好的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豆肉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